福祖好 想請教一下 今天新增這一例的本土 個案 印尼籍的這位女性 或不會 針對她做基因定序呢 第二個想請教一下 臺中有62歲的男性 打完流感疫苗後 隔天在家裡倒臥 家中死亡 不曉得這是不是全臺流感疫苗 施打之後首例的死亡通報呢 謝謝 好 今天這個本土個案確實那個 因為她是新北的個案 新北這邊已經有效 我們提出要做基因定序的請求 那監替我們也會嘗試來做 不過大家看到她的CT值 第一次是37.3 那二彩這個PCR就已經是陰性 表示她的病毒量 非常的低 那這個定序有沒有可能做得出來的機率 還未定 那如果有結果 就會跟大家做說明 那另外補充是說 她的這個血晶抗體的檢驗結果 是有陽性 那Ign跟Igg的部分 我們也在後送請醫院這邊把檢體送到我們昆陽 實驗室後續再就Ign Igg這部分再來做檢驗之後 也會再跟大家做一併的報告 因為目前來講就是說 當然還是認為她很有可能是5月 那個時候有職場的這個相關的 陽性確診的個案 然後有可能導致她當時有曾經被感染 不過5月那時候她 25月25號那時候 她其實在職場那一波的疫情 曾經做過檢驗是陰性 但是後續沒有再做過檢驗 所以是不是因為在潛伏期比較長的關係沒有被 偵測到 那到現在才處於這個陰陰洋洋的階段被驗到 這是一種可能性 那我們還會再就她的這個血清抗體 Ign IgG的部分再來做釐清 長官好 想請教一下 就是今天的這個本土個案啊 剛剛有提到說她5月下旬的時候有檢驗過嘛 那她當時是不是也有被匡列可能隔離呢 那她其實她身邊的親友的檢驗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另外還想要問一下說 因為北市的疫苗預約系統 今天是開放65歲以上的長者預約第二季的莫德納 不過比較尷尬是開放的年齡是跟中央的是一樣的 讓民眾覺得有點無所適從 不知道是要去哪一個平台預約 那會覺得說北市這樣的做法是形同在對中央開戰嗎 謝謝 好 針對本土這位個案 她是一位印尼籍30多歲的女性的 算是產業移工啦 所以當時她有這個職場的群聚 有被擴大 匡列為這個需要採檢的對象 但是並沒有被列為需要隔離的這個對象 所以當時就是一採陰性之後 就進行這個相關的自主健康管理等等 那後續現在就是說 她在臺灣其實是需要匡列的接觸者是兩名友人 以及一位她有去就醫過的這個 醫療院所這個接觸者 那目前今天都已經進行採檢 那目前還沒有看到今天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因為她沒有同住的其他的家人 需要被我們匡列為這個隔離的對象 主要就是兩位有朋友 跟一位這個就醫時候的接觸者 謝謝副指揮官 想要請教一下今天的這個本土案例 這個印尼籍女性 她的平常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她是看護嗎 有沒有症狀 然後另外想要請問一下 接種流感疫苗兩期死亡案例 除了台中那名男子之外 還有哪一例也是這樣的狀況 那症狀是如何 謝謝 這位今天的這個本土案例 她是一個一般的職場 那她其實在9月底的時候已經離職 因為她準備要返國 所以她其實從10月1號開始 就沒有進入到職場去了